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本文原创,未经允许,禁止转载。 晚清时期的四大高手,黄飞鸿排在最后,第一名的比武,让人热血澎湃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的战争, 但是那些战争,已经不是在用重冷兵器进行战斗了, 而是使用枪支弹药,那种杀伤力更加强大的武器进行的战斗。 但是在晚清的时候,还是有一些武功高超的人,闯入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今天就来说说,晚清时期的四大高手。 第四名,他的名字叫做黄飞鸿,这个名字我们都不会陌生, 毕竟我们在影视剧这种,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。 他的武艺非常高强,那个时候,人们还给予了他一个称号,虎吃, 他可以说,在他的那个年代,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, 毕竟纵横江湖很多年名声,都已经是打到了国外去。 第三名,他的名字叫做霍元侠,他的名号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响亮, 他可以说是一个练武奇才,武艺天赋真的是很高,小时。 八卦掌就是他所创造的,于是他和杨漏晨进行过一次比武, 可以说难分伯仲,那是打着让人热血澎湃,可以说第一名的位置非他莫属。 本文原创,未经允许,禁止转载。